海巡署尾游台船公司打造的首艘千顿级新巡防舰 于9号上午在台船基隆场举行下水典礼 预计2022年3月底可完工交船 而政府捍卫海权将有新一波动作 行政院核定以129亿余万元经费 筹建多艘新型远洋巡护船 顿数级舰船巡护系统性能均大幅超越现有船型 将可有效提升巡护能量 高效捍卫海权 两岸企业加峰会 台湾方面第三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9号下午召开 上会理事长前副总统肖万长 两任届满卸任 推选出前行政院长刘兆玄 担任新任理事长 刘兆玄也依照峰会章程 指定前经济部长陈瑞龙 洪海创办人郭台铭 两人担任副理事长 这也是郭台铭赴欧洲催货BNT疫苗 解隔离后首次出席的公开活动 刚刚在香港演完15场舞台剧的黄球生 9月8号在脸书更新动态 一位曝光人已经抵达台湾 正在旅店隔离 并晒出窗外台北风景照片 跟大家报平安 当有网友感慨 从旅馆隔窗望去的铁皮屋影响失容 引他出来评论是特色啦 高情商的回应或网友大赞 行政院会9号拍板 升级医药产业发展条例草案 将收拓开发制造 纳入奖励范围是一大亮点 经济部官员表示 希望借此建制台湾量产能量 协助台厂争取如莫德纳等国际疫苗大单 新唐人雅的电视整理报道